又到了广告时间 首先多谢大家 上一次我们有一个party 开心吗? 开心 你走了大家还未肯走 你说得很勉强 你举个例子 不用再来我 不用 人们很喜欢看到我剪辑 因为我剪辑已经变成了世界新闻了 日本人看到我变成了 其实我不是变成了剪辑 为何是广告呢 因为我们在6月22日 端午节那晚 我们有另外一次party 因应疫情之后 大家也很想再见面 这次不是吃饭 这次我们是品酒 也是光顾另一间 我们相熟的 一个 fine dining的地方 那个地方你去过吗? 好像你没去过 在上环 在文武庙斜对面 那个详情 麻烦大家 打92672622 与我们的行政人员联络 他会介绍给大家听 今晚有什么酒饮 也有什么消息 希望大家拥有参加 顺便跟陈志涵博士 与其他节目主持人交流一下 我今晚会亲手为大家 调整一杯welcome drink 我懂得跳酒的 是呀 所以我很期待 你看我的样子有多期待 好了 卖完广告了 我们接下来 大家收睇其他节目 们现在是科学会了 我们一直以来主要是西方的 其实科学家已经多了 其实中国人是否真的在这方面不多 有这么说 整个天文学的仪器发展 整个学术讨论中心一直都在西方 就算今时今日 华裔的研究学者去到美国交流也好 返到亚洲地方做研究也好 很多时集中在凝聚态物理 或者量子物理 天文的有 但比例上相对是少很多 虽然是少,但也是有的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 其实今天介绍这个 他只不过是华裔 但我会认为他是一个西方的天文学家 为何会这样说呢? 我稍后慢慢介绍 为何介绍他呢? 其实也是刚刚在星期收到 一个行内的公布 就是这位徐霞生的天文教授 其实我会这样说 他在某些领域里面是教父级的人马 他就刚刚过身 但如果当他看回他的生平 以及他的学术上的创建 我觉得有一些原来很基本的天文学概念 是来自他的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回忆他介绍 不幸的是这位Franck Schuh 其实我也不太认识 但看过程度就相当之厉害 厉害 他父亲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数学和工程学的教授 后来甚至去到台湾那边 是去到管中研院 而徐霞生自己也是受到学术世界的影响 他父亲带他到美国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读了理科 尤其是去了做天文物理 他本身是读物理多的 他应该是昆明出生 说一句是战时昆明出生 1943 1943 后来就去了美国的普渡大学 去读数学 然后在华省理工也读了物理 是神童的年纪最小的物理学 你会发觉完全是 他因为出生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有他父亲的启蒙 亦是因为带他离开了中国大陆 他很早的时候 已经不是在亚洲地方读书了 而受美国教育分途长大 其实他很早已经有一些成就了 就是他很早已经研究银河系 是的 这样说了 他有什么很基础的创建 是会令他成为天体物理学 尤其是说那种星系形成 和星体形成成为一个教父级的人马呢? 这样说了 他不是拿诺贝尔奖 但我会觉得有一些在我们读教科书很基本的概念 原来就是来自这位教授 如果在我们现在华人世界做天文学里面 譬如郭新教授 他退休 但他亦是有一些很基础的天文学的概念 就是由他做创建 我会说徐霞生教授的创建更早 更加基本 影响力也很大 回忆我自己在中文大学读本科的时候 有一科天文学去读 我记得当时我老师介绍了一个笔记的时候 他说了 你看到我们的银河系的形状是怎样的? 当然你看到有些是椭圆形 有些是球形 但是你看到很多 你如果叫小孩说银河系 他喜欢画得怎样的? 碟形 一只碟 和是白竹地找的 是一个船窝形 你不画一些东西是船窝形 你好像无法画给人听 你在画一个宇宙 你会问 这些船臂是怎样来的? 为何银河形成这样的船窝形的形状? 原来第一个尝试提出一个理论无形 和一个数学运算去解释 就是徐霞生教授 即是他是第一批人去做这件事 我记得当时的教授 当然徐教授给出来的解释 还未完整 如果像我们的银河 去很多条船臂、很多条爪 就未完全能解释到 但是如果根据徐教授 他提出的理论框架 对一些只有两条船臂 形状比较基本的那些 那些船窝状形状的声系 就可以从他的理论中解释出来 他解释到其实只不过 都是在整个碟上有一些 我们叫做density wave 你可以理解像声音的波动 有些地方疏了就自然有些地方密了 而这些疏密和疏密一直在空间中传出去 你觉得其实跟我们的声波是相似的 有一种波动在银河系的 这种圆碟之间传出去 最后就令到有些地方疏密了 密了的地方 形成多些声音 更加光一点 疏密的地方不是完全没有东西的 但是密度低一点 形成升的机会少一点 所以暗一点 这个叫做wave density theory 或者叫density wave theory 就是帮我们尝试解释 这些银河原碟上的船臂 为什么要有这件事呢? 就是徐霞生教授 他是第一批学者 尝试给这个答案出来 那这个是不是这种解释 现在进入了教学书呢? 是的 到了一个地步 小弟在90年代尾 读天文堂的时候 都要学习的 其中一个创建 当然了 但同时我们当时学习的 就是解释不完整 对于船臂多些 还未能够解释到 你要结合很多的电脑运算 将它考虑下去 那会不会还有其他效应呢? 那我自己就没有继续留意下去 但是首先叫做第一个 尝试解释这些银河 为什么船窝状有船臂的形状呢? 原来这个概念就是来自 一位华裔的天文学教授 这是其中一个 在天体物理学上的贡献 其实是有的 接着就是说到星了 究竟是什么呢? 它又有这些看法 是的 如果我们很粗浅地去理解 其实先前我们的哲数有说过 你有一堆星制的气体 有一堆星云的物质 本身就像一堆气体 不发光的 但是如果这堆气体 是复原得足够广 足够多的话 那些东西大 你开始慢慢觉得 那些慢有引力效应 就不能忽略了 现在我和台长呼出来的口气 其实大家之间有慢有引力 但是基本上 其他的效应已经将它洗走了 因为那些东西不够密 不够多 但是如果说 你好像整个宇宙空间 这么大的范围 里面数数的质量 原来已经有整个地球 整个太阳质量 这么多的时候 那些气体 你会发觉它们会倾向向一个 越密的地方 越来越聚迈 用一个很粗浅的理解 就是物以类聚 因为它们有质量 它们就会互相 靠越来越有质量的东西 于是你给足够长时间 这些原本分布得很均匀 它们很稀疏气体 迟早会走买一架 接着就形成了一个星 那我们就这样说完故事了 但是这些东西当然不太简单 原来我们今时今日认为 这个星体诞生的四部曲 四大步骤 看看我能不能够数得出那四个 但起码大家知道 我们是有一些比较清楚的步骤 就是每一个星体去形成的时候 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譬如我说 好像我们太阳这样的星体 就是一开始一对星云 它比较均匀 但它比较均匀之外 有些位置不太均匀 有些位置密了一点 有些位置密了一点 大家就会稍微向它靠拢 靠拢的时候 很有趣的 它的物质 就是这样说 譬如有一个彩星跌入太阳 它不是凤子被太阳吃掉就算了 它可以拼出去 你的宇宙物质也是 你向着中间密的地方靠拢 你向完之后 你不是一去没回头 它可以彈出去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进去 大班出去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形成 形成的凝聚 其实是很无效的 所以其中一个解释的东西 就是它们如何消耗了能量 令到它们更加容易夹在一起 即是不要那些东西就离一离 就散了就算了 然后就可以夹得越来越远 其实你要开始了解 内部的效应是如何 也是由徐霞生教授的研究 给出来的结果 就是开头这些物质去形成 但它会经历一个阶段 就是它们能够消耗大家的动能 令到它可以排除周围额外 多余磁场的影响 或者它排除了那种 即是将它的角动量消耗了 于是你能够给出的机制 那些物质可以跌下去 出不回来的 你才能够解释到那些物质 怎样可以凝聚在一起 然后累积得越来越多 它就会突然之间 它就说会产生很强大的风暴 在一部向外吹 于是有些物质停留在内部 但有些物质在外面被吹散 而这件事的确实在我们 去观察天文现象时 是看到这些过程中的 即是说每一部的物质 都有一些对应的物理效应 是合理地解释了它 才可以做得到 譬如你说 为何它会有些物质停留在内部 原来就是因为它初步点着核聚变效应 于是乎它有很大的辐射能量散发出来 这些辐射能量就像一阵风那样 一下子就弄出了 其实我们今时今日的太阳风 那些由太阳给出来的 那种向外推的那些力量 有部份是由太阳辐射给出来的 亦有部份是由太阳的光辐射给出来 亦有部份是由太阳自己喷出来的气体 去给出来 然后就是它怎样走远 怎样去初步形成 然后有些人推到外面的时候 就有利于形成外面那一阵的行星 我都不觉意说了三个阶段 其实就是它 原来就是我们今时今日的教科书 那些太阳系形成的几部曲 原来就是由徐霞生教授 他凭着他的物理学的知识 他就预计到你是需要经历这四个步骤 而这四个步骤原来 就一一都可以由天文观察到 对应到是对的一回事 也就是他的理论预测 有了实质观察的证明 所以你会发觉 他亦是第一批给了一些很基础的 教科书级的基本认识 对于那个星系形状是怎样 以及单过的星系出来是怎样形成 就是原来有徐教授的贡献在这里 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贡献 但我们再想提的是 他曾一段时间回到台湾做中研院 是的 这也是拜他本身跟中华民国的关系所持 因为他父亲已经有这样的经验 他父亲也曾经在台湾做过 晚年他会觉得应该要回去贡献 其实你会发觉这个轨迹 今时今日就算见朱经武教授 也会有这样的轨迹 他曾经去过美国做教授 后来去了香港科技大学 但他现在也是在台湾的几个大学 组成一个联合大学系统 有份挂职 而徐霞生教授就更早去做这一步 他就是清华大学 伸促清华大学的可能是校长 我看这个假设 是的 台湾清华 所以他们也不允许有些情结结 可以说 可能对于他们的脱人来说 是有一种使命感 已经是去到的 不只是责任 不只是为了一个归属 你如果问我 他对于中国的认同 就更多是在中华民国那边 但这个也不要紧 因为大家只是追求科学的知识 不过我想问 如果他这类的人才 不在美国 我想是很难去发挥到 我会说是 你如果还在说天文学 其实你说 如果就算说天文学 天体物理学 甚至宇宙学 尤其是宇宙学 去到90年代 都不是很被人看得起 有少数大师 有些大师 后来就是要过了2000年后 当你有更加好的仪器 将宇宙学 变成一个实学的学问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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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天体物理学 都叫做 很长的时间 就是 你学就只能够在英国、美国这些地方 其他地方 你的讨论更加不热落 更加不受重视 而且不能够在最新的资料 是 你看到镜头也看不到 你怎么怎么办 人家都不给你资料 但在美国就不同了 加州和Berkeley 起码都有一个community 可以一起去讨论这些问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作为道育指导